大家好,今天2024年10月28日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 就确立了香港是八个重点领域的发展中心 其中一个就是 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主要就是调解的一些服务 一国两制之下有政界人士就认为 香港的法制兼容性强 可以成为调解之都 特首李家超在刚发表的新一份施政部里面 除了继续推进香港成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之外 也都推出了一个社区调解先度计划 律政司司长林定角在接受网媒香港01访问的时候 要推广社区调解文化 处理的争议范围要扩张 要成为法治环境的其中一个文化 要设法以调解 帮助市民解决一些贴身的问题 林定角今年6月出席香港01一个活动的时候支持 他当时说希望创造一个更好更加松荣的社会 这次的访问记者是问他推广这个调解文化 是不是正是朝向松荣社会这个方向推进呢 林定角就说当时的演词内容主要都是针对新闻自由 希望行业守法和遵守专业操守的守责 也鼓励百花齐放 就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社会才有进步 同时大家会感觉到更加松荣 生活就更加自在 也是他长久坚持的想法 这次提到调解 只是希望在争议中寻求共识 都是以里面求同的做法 林定角就说包容就是说要多元化 有问题大家可以谈 有不同意见可以求同传异 都属于包容 又或者大家真的谈不完蛋了 都可以和平共存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实施普通法的制度 据发展这个调解之都的潜力 关键就在于制度的兼容性 其实都不仅是制度 而是整个香港的兼容性包容性 这是一国两制的设计之下 希望香港做到的 现在有没有当然就是另一回事 林定角提出的调解文化 可以比法律层面更加广 这种愿景就是一个包容 多元化 用他的说话 有问题大家可以谈 求同传异和平共存的社会 这个相信也是绝大多数香港人 所希望见到的香港 政民地管治期间 和之后一段长时间的香港 大致上可以这么说 包括兼容包容和平共存 举一些政治兼容的例子 97年前 仍然有一些亲台组织 可以公开活动 双十的时候 召让搞他们的慶祝活动 89年成立的支联会 都是运作到2021年 他们通过了解散 去到2019年反修例风暴之后 港区国安法实施 不但政治包容度大减 社会离慢着很紧张的气氛 上街宣示不满 公开骂官员 风险越来越难掌握 出现了所谓審查文化 不敢说话 说笑点 柱名导演杜奇峰日前接受明报访问的时候 讲创作 亦都讲到今天的香港 他有一句说话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心同感受 杜奇峰大导演说 你会觉得呼吸空气和想像空间也都收窄了 社运后的香港 不止得好像过去那么兼容包容 过去有问题大家可以说 现在对话门 对一些人来说已经关上了 过去被容许和平共存的一些团体和人士 今天就前景不明 林定角就说要推广社会的调解文化 设法与调解帮助市民解决贴身的问题 争议或者一些糾纷 透过调解 大事化小 小事就更加容易处理了 甚至变成了无 可以勉强 不少很复杂和昂贵的司法程序 这个绝对是好事 也都有实际的需要 调解其实不单止市民和市民之间有需要 官和民之间更加需要 香港经历了反修例风暴的冲击 政府和社会上 一大部分的市民关系破裂 我想想象一下 当年其实不是很久的 一百万人二百万人上街不满 造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其实都很明显 造成的伤害 至今仍未存遇 因素很多 不在这里一一再说 很多个案都未完 二千计 这个影响仍然是持续 都肯定是很深远 社运由政府修例 触发一些反对声音而起 跟着冲突升级 然后演变成为很严重的动乱 跟着最后就是一个悲剧 相信 无论政治立场是怎么样 我相信都会认为是一个悲剧 前特首林郑月娥当年就归咎 就说政府解说不足 政府那个需要负担 承担的责任 是否只是说做得不好的 就是解说不足 相信社会自有功能 但是政府至少有一个解说不足的责任 也都有一个更大的导致责任 就是主动和参与社运的市民调解 迈出重要的一步 尽快消除反修例风暴所带来的一些后卫症 重建兼容、欢容、包容 不同意见 可以和平共存的社会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请继续comment、like、shar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